不确定性是企业经营中最大的风险和机遇 彭博社2月17日消息 根据监管的文件显示 去年3月至12月期间 富豪李嘉诚减持了视频会议软件公司ROOM290万股股票 按照期间的平均价格计算 李嘉诚套现的金额约为2.75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9亿元 减持完成之后 李嘉诚依旧是持有ROOM6.9%的股权 约合16亿美元 据统计显示该公司距离巅峰时期的 588.84美元每股的股价已经跌得只剩下了零头 跌幅超过了86% 据悉该公司最高点李嘉诚持有的市值约为110亿美元 相当于总身价的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索罗斯也在去年的四季度清仓了该公司的股份 那么有投资者肯定会有疑问 为什么在高位的时候 李嘉诚不清仓掉ROOM的股份呢 以至于手中的股票暴跌超过了80%时呢 却开始卖出了手中的股票 不可否认的是 富豪在信息接收层面肯定要比普通人丰富很多 但是呢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够精准的完全的把控未来的方向 例如前首富黄光玉出狱之前呢 外界曾对他充满了希望也寄予了厚望 外界观点认为黄光玉一定不会重蹈苏宁的覆辙 因此其旗下的国美零售最高冲到了2.55港元美股 但是呢 让市场失望的是黄光玉归来之后推出的真快乐等一系列电商平台之后呢 不仅没能够让国美拉出泥潭 反而呢 将国美的现金流给拖垮了 因此 自2021年2月之后 国美零售的股价就开始一路下跌 最低跌至0.106港元美股 而黄光玉以及夫人杜鹃呢 也没有减持在高位 反而在低位一路的减持套现 目前国美零售已经无实控人 实际上黄光玉遭遇的问题和李嘉诚十分的类似 如果在高位的时候呢 选择套现 那么状况肯定会比现在好很多 但是呢 黄光玉也没有预判未来的一个能力 直到企业情况开始明显的出现了拐点 才开始选择大量的抛售 而Room大涨的背景呢 是基于疫情封闭带来的机会 也就是说 Room的大规模的应用场景是带有阶段性的 因此呢 从2020年10月之后 Room的股价就开始一路走低 但是呢 相比于2022年 2021年 Room的股价相对徘徊在300美元至400美元之间 李嘉诚完全有机会在那个时间段进行减值 但是李嘉诚并没有做出减值的行动 进入2022年之后呢 全球科技股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几泡沫的阶段 其中Meta 特斯拉股价的跌幅呢 都超过了60% Room呢 更是跌至了100美元以下 最低达到了63.55美元每股 并且呢 长期在底部徘徊 对于预期的改变 李嘉诚并没有选择一直持有 而是选择了部分套现 根据Room最高市值计算 仅仅不到三年时间 李嘉诚手中Room的股票市值蒸发 超过了9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620亿元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而言 富豪呢 也不一定能够精准的把握财富的动向 在趋势以及未来面前 富豪只是多了一个信息差 据悉 当地时间2月7日 Room首席执行官Arco 还在博客中宣布 Room将裁员1300人 约占员工总数的15% 总而言 对于企业经营而言 不确定性的风险 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 总会导致突发情况的一个发生 而企业的发展 也不总是一帆风顺 进入2023年之后 全球经济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修复阶段 且随着美联储加薪周期进入尾声 一些科技类的公司估值呢 回归也会成为一种必然 因此 把握风口 才能够在未来企业发展中 找到机会 对于企业的发展中